公车站牌旁一名抱着孩子的妈妈赶紧用手拦车 迅速上车要司机快开会那么急 就是因为他舌碎的孩子被另一台公车给载走了 就是这台开在前头快速行驶进站的公车 遭妈妈控诉刻意不让他上车就这样跟孩子分离 七号下午两点多时 五星妈妈背着一岁婴儿又带着12岁的儿子 没想到儿子先上车之后 司机就关门妈妈紧追在后还打电话叫客运停车 儿子也要司机快停车司机都不理会 最后妈妈搭乘另一台公车 三战之后才会和让他分而颇碗控诉司机的行为 这种小的孩子或者无行为能力者 他是不是随便下车了 然后司机就可以不用走 这件事就跟他们心电客运无关 出事了也不是我们心电客运的事 因为你的人已经离开我们客运了 那家属如何去寻找他们的亲人 这才是我觉得我很愤怒的 我们也针对了他有过是舒适的部分 我们也对他做了一个辅导跟指证 公车司机表示当时并没有注意到后方的妈妈 虽然遭到停死三天的处分 但这样的疏失造成母子分离 这次的惊慌意外恐怕一时之间难以平复 记得林俊峰 郑小玄台北报道